我們來看一下Rebelkas這張素描 表現得算相當相當好了 它的結構非常的明顯 當然很明顯的顴骨 以及顴骨接上去到框下窩 它的陰影 然後這邊臉部的脂肪 口輪扎機的弧形 下口輪扎機接到 降下口脚機 然後隱約的眼眶的造型 當然還有眼袋的造型 眼皮的空間 鼻骨的節點 提上唇鼻翼機 接出來接到另外一個脂肪塊 它都做得相當不錯 這一點先跟大家說明 當然頭頂的弧形 做得也很不錯 那畫面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灰色控制的太深 其實也就是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 換了紅色 有一些轉折的切點 有一點點太 怎麼講 太快 所以你這樣切過去的過程 會感覺好像 一塊而已就沒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大概是這些小問題 但是對於臉部的結構 已經掌握得很不錯了 那我們這邊稍微做一點調整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先把你的 太塊狀物的部分 然後灰塊的部分 我們降弱一點 所以 因為你已經畫的是偏深 所以我們就往偏淺的地方去挑 比如說 這邊不要那麼的 快狀 然後你看一下這裡 你看一下這邊的造型 它這邊其實會有一個 整塊 然後再一個下唇的感覺 所以呢 會來調整你的畫面 就是這樣子 這個下面 因為你要讓這個整塊出現 所以你下面其實是偏亮的 偏亮的結構感 偏亮的結構感 太灰 我們再調亮一點點 你的結構沒錯 但是就是太暗了 但是我覺得 本身能把結構先做出來 這一點已經是相當不錯 好 沿著它的結構稍微 調揮一點點 你的上方 就有空間 上方就顯得 亮了一點 然後也不會 在這邊也不會整個灰太過擁擠 但並不表示你做的結構不存在 我們說過你做的結構是正確的 或者說你都有看到的 所以我們逐步加灰 然後同時去隱約的暗示出這個結構 我再加暗一點 你做一個重新調整 做一個重新調整 像這樣子從整理完以後 它的感覺比較正確 也比較清爽 也不會顯得太暗 然後太黏 來 我們接著來處理 像這邊的灰 那你要看到這邊 對不對 它這個脂肪的垂墜 這一點沒錯 但是這邊仍然有一個受光 要再亮了 它這邊仍然有一個受光 原因是因為它這個脂肪下垂完以後 會碰到一個咬肌 咬肌它本身也有隆起 所以它隆起以後 就會再次被光線照射到 那被光線照射到 我們就用這種比較隱約的方式來呈現它 再來我們往上走 這邊你的塊狀感也太明顯 所以我們也這樣 然後灰的程度也太強 所以我們也提高灰的程度 讓它變成比較柔和 但是體感是存在的 結構是存在的 的這種程度 再來我們看你顴骨跟框下窩的銜接 這裡 結構也是很正確 也看得到 這點都非常好 就是太深 那這邊的銘度 也許我們可以判斷是正確的 但是前方的銘度 等一下喔 換個筆 前方的銘度 就顯得太暗 所以我們再 再降 再微降一點 特別是 眼袋跟 框下窩這邊的銜接 它存在 但就是沒有這麼的強 我們再剪 你看看剪完以後的感覺 是不是好很多 對不對 我們讓畫面感覺出 它存在 但是灰調子 更豐富 以及不會那麼強 再來是這裡 這裡也太明顯的太暗 所以我們一樣 讓它存在的結構感 但是 控制你的灰的程度 所以這一集的 修改的題目 應該叫做 控制你的灰色 好 現在我們塗亮了 它的結構感可能略有 略有不足 我們重新再用更淺的灰 來調整一下機殼 好 這邊是 鼻頭的球體感 我們在這邊處理 好 同樣的方式 我們應用到上方 我們應用到這一塊 這邊也是 其實你的問題 都集中在灰調子的 灰調子的銜接 好 我們先 我再調一個深灰一點點 再深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重新先 銜接起 上方的體感 這邊的體感 有一點點零碎 有一點點零碎 太淺了 再深一點 有出現嗎 為什麼 奇怪了 我的手指不能碰到畫面 我的手指不能碰到畫面 我的手指不能頂住畫面 先統整它 再深一點點 好了 先統整它 統整整個造型 然後這邊的轉折不夠 我們就像做一顆球一樣的 先做轉折 因為它就是球 它只是球上面有 紋路 有像水管一樣一條一條的 這個 驟摘 統整完以後 這邊有個捏線 在這裡 但我們不用刻意強調 你已經有做出來了 統整完以後 我們 把筆調亮一點 首先先把這邊的 涅線之後的 這裡 這裡 灰的轉折先做出來 然後我們 來重塑這裡的球體 先讓它回到一定程度的球體感 這個上方 降霉機 它本身也有一個大塊的體感 先讓它都回到體感 然後調出量 因為你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灰了 所以不要再加深 不要為了刻畫它而加深 而是我們可以透過 如果 插量的方式 結構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就沿著你已經做好的做了 就不重畫了 插量的方式 帶出它的 灰的轉折 這邊再微微的 微微的帶一下 控制你的灰 讓它不要 過硬 最後我都會習慣性的 把最高光的拔出來 所以我現在加的是最高光 因為當我們把最高光拔出來以後 它的空間感 記得最高光不會在 不會在邊緣 好嗎 這裡 最高光不會在邊緣 最高光會在 邊緣的內部一點點 因為它才是隆起處最高的 對不對 那你如果最高光在邊緣 就很像是2D的 就好像剪指一樣 一點點的這邊吧 一點點的眉毛 這邊一點點的最高光 這一堂課就是在講 這一堂課就是在講 最後收尾階段的判斷了 這邊可以再灰一點 以增加最高光的位置 算了 其他的高光先做 這邊最高光 然後一路上去 的空間感就出來 這邊的最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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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什麼時候畫到的 去不掉了 算了 因為它是一個塗層 不對我可以用插的吧 插掉了 好 來 最高光 這邊的強點把它做出來 最高光 這邊 降一點點 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剛剛要處理的眼袋的位置 灰階增加一點點 這樣 再調細一點 灰階增加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 上方的灰也比較多一點 讓最亮的集中在這裡 OK 看得到吧 好 下方的按再減一點 好 這樣你的 畫面就會柔和很多 然後 然後 是一張畫得很好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針對你的情況 讓它 灰階降低 然後 讓它的轉折柔和 不要像原來的硬塊這麼多 好 就到這邊 再見 再見